21日晚间香港苹果日报财经版在网站上宣布22日起停止更新 脸书上也公告22日晚间的9点半新闻报道将是最后一集 身为指标性媒体的一传媒恐怕近期内就会走入历史 香港人认为苹果日报一旦吹起席灯号香港境内恐怕只剩下一种声音 苹果日报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就是因为香港国安法 创办人黎智英在去年底被一涉嫌违反国安法遭到逮捕收押 今年5月中旬港府冻结黎智英旗下包括一传媒等三个集团的资产 超过3亿港币 5月18日台湾苹果日报也宣布停止直本报刊出刊 6月17日香港当局更是大动作搜索香港苹果日报总部 共5名高层遭到逮捕并在冻结1800万的港币资产 没有钱又没有人的情况下如果15日部分资产没有被解冻 最快26日起网路新闻就会停止更新 27日正式停刊 对香港的言论自由跟新闻自由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打击 它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检讨 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香港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子 那所以还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关心 从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来 异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始终在街头与反对派人士站在第一线 抗中的立场鲜明 然而北京与港府联手 用国安法压制民主运动 再扼杀媒体 黎智英真民主这条路前途未明 欢迎新闻杨格林凯伦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赏支持明镜与佔